过去是遵从这个教材的分类跟顺序 那现在呢 我们有自己的portfolio 自己的个人 分战室的个人笔记 然后呢 我自己定标签跟学习内容 那这个跟过去不一样 老师也不太一样 老师过去 如果在单一系统里面呢 就线上管理 然后线上辅导 那现在呢 大概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带领的角色 那 实际上老师可以从学生里 学到不少东西 那我自己就觉得 从我的学生里面的学到不少的东西 从研究生里面都有 他们都有一些新的 各有各自有各自的这个 因为新的东西很多 那这些 所以这个整个 就自己要定自己的学习的进度 跟学习的内容 自己学习的速度 都自己来定 就比较就是自主学习 简单来讲就是自主学习 那其他的我想我就不多看了 时间的问题 Polcasting我想也不用看 iPod上面 Polcasting就是iPod 大家录下来 然后很多 这个在台湾用的比较少 用iPod人可能就有在用 那在美国用的很多 就大家 等于自己要录什么东西 我就上去下载 下载以后我在车上 主要美国用的为什么比较多 那跟文化有关 美国开车时间很长 那开车的时候 他不想听广播电 他录下来的这些东西 在开车的时候做 那手机也是 其实文化也有差异 日本人的手机都比较小 比较漂亮 因为日本人他坐地铁 他一个手 所以他手机要单手 让能够操作 美国人开车 你两个手在开车 所以他手机都很大 他也没办法 开车的时候 又一个手操作键盘 操作手机键 他只能用听的 所以美国的iPod比较盛行 那日本的话 他们的这个手机的话 就单手可以操作手机的这个 这跟文化有些关系的 那就是这个 好那 我们看到web2.0看到现在呢 我们看看未来 然后他的问题 那web2.0 当然整个发展是会 像这个 个人的这个入口 还有行动的这部分去发展 那 有些我想谈过也不谈了 那对发展者而言 对发展者而言 我们当然要会知道 要去动到 那些使用者的什么 profile 就他的个人的很多记录 我们要帮有这些social的东西 是我们 呃 要注意到的 那community也是我们要注意到 对发展者而言 就是 要注意到社群 因为 因为 web2.0的精神就是社群 他每一个人都有独立性 那所以我们发展应用的时候呢 注意到这个社群跟独立性 那 比较短的未来呢 那 那当然就会 这个 这个基本的效能的进步 但是 有一个就是 呃 就像我们的这个 呃 宅学习就是 我们有所谓 组织型的block 或组织型的 或公司的block 或公司的笔记 公司的共同的这种东西 会越来越多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 那 那social的这个 我想我就不知道看 那browser会 browser会 会是killer application 那google现在要出OS的时候 就要把 就是我们这个电脑 他们只有一个应用 就是浏览器 没有其他第二个应用 也就是web就是一切 就是这个 那 那到底什么是 2.0以后呢 3.4 就是云翼网 这个Semitic web 就是这个中间 用到一些技术 我们这也没有办法看了 然后呢 我们刚刚看到 开发的技术 那些都是所谓的 service web 就是开发表面应用功能 可是其实大量的功能 他刚下课的时候 才会提到 就是google里面 他有更多什么 我们很多 我们有很多很多资料 所以我们要去里面 做mining 要去探刊 那这个时候就叫deep web 就是身网 就是这个 身网里面的 这个内容的这个探刊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然后可以知道 你的做个人化 然后可以做推荐 然后能够有更有信任 更能够值得信任的这些 或者更接近你的需求的这些讯息 所以这个需要 身网技术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搜集服务那些 那都只是表面 就提供的这些功能 那后面 管理的后面呢 我就要把那些 重要的 重要讯息给萃取出来 那这个就是 要身网的技术来帮忙 那所谓的3.0 4.0 我想我就不多谈 好 就基本上他们大概就是 加上这些概念 那有的问题 大概有哪一些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 资源会用到很多 resource 会用到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只好就到云端去 第二个呢 会碰到问题呢 就是reputation 网路上面 可信的东西不多 而且你的名誉 可能就毁于一旦 像马英九 这个 就是网路上面 就一下子就把他砍死 这个reputation 是非常重要的 谁叫他不上PDT 所以这个reputatio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网路的这个 那 那第三个呢 就是 open 那open是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 那这个 open的时候也有坏处 隐私 然后这个 怎么样是公平的open 那这个 这个部分也是 web2.0以后产生的一些 要面对的问题 那有部分我们在9月3号会去谈 那然后 最后一个 是说web2.0服务里面的人最care的 那怎么赚钱 现在只有google赚钱 其他人通通不赚钱 包含Facebook都不赚钱 这个 那怎么办 google也只有 只有这个google广告在赚钱 youtube是大赔钱 那这些 那这些 那钱从哪里来 这个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不可能 现在都是 他们说这个就是像以前那个 网木泡沫以前的 卖的股票都不是本意比都是本梦比 那都是賣夢 我剛才講的那些都是 實際上那在做 可是問題是收益的管道到現在還不明顯 除了廣告以外 其他的管道還不明顯 因為大家都在open 每個人open出來 我們知識的東西是沒有問題 可是平台的人還可以收錢 或者是通通都不收錢 這也是一種方式 所以你在實體的部分 所以有一個很明顯 你有實體經營在配合的 那你比較容易讓你更賺錢 不然的話呢 通常專門只搞 不然不知道點名 只搞虛擬的 目前只有Google的廣告才賺錢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 然後這個評估 評估也是一個問題 評估到底是這個 誰是這個 哪一些是metrics 就像我們說載學習 我很高興說有100萬個pageview 我們的youtube 我有假如有10萬個人 人次來看過了 那結果看了 別人都看一秒鐘就跳出去了 看完就不看了 那這個就沒有意思了 那你要看 那時候我們要更一步的看 怎麼magic他 他是真的是來做什麼事情的 那這些 那管理工具慢慢的也成熟了 像Google 他提供我們更多管理 讓我們可以做更多的mining 更多的分析 這跟剛剛講的也有關 我們下一步就是要做更多的更進一步的分析 這管理的部分更進一步的分析的話 那我就知道 怎麼樣來評估他了 然後這個 主要的這個 我們該怎麼做 基本上就是 choose the right tool and technology at the right time 就是說一直會變化的 我們用的服務會一直在變化 但有的會經過一段時間 他穩定下來的 那有的有的是 有的時候看起來是非常好的 那等一下可能過幾年他又不行了 或過了幾個月 就就剛出來之後很 popular 那這個判斷要怎麼判斷 那這個是選擇太多了 反而很不好 有的 像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他就是 他寫了好多本這個 怎麼樣買賣股票的書 那 每次別人問他的時候 同學問到他說 你不要囉嗦啦 你就 就告訴我買什麼 他說 不可以 這樣子我會 我會一直刻 你們最後都來 來找我麻煩 因為他 他怎麼講 他說 任何股票的交易 就是 只要交易成功 就是一個人看好 一個人看壞 才會有交易對不對 就任何的一筆交易 他為什麼要買 他看好才要買 為什麼要賣 就是他看壞才要賣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大部分 都大部分 這都是 一半看好一半看好 才會有這個交易在 才會交易成功 所以 所以 有那麼多的選擇在那邊 那那麼多選擇在那邊的話 那你要怎麼選呢 我們大家都覺得 你告訴我一個 我就去買那個了 呵呵 那這個 那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就你自己要做自己的判斷 對不對 自己的判斷 我要用什麼tool 在這個時間點用什麼tool 就是這個 好的 其他當然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問題 我想就 就是 包含了security 這個信任度 隱私 開放 主要都是圍繞了這些 就是 越開放 安全就會越有問題 就是 那公平性也會 那看起來是公平的 但是他也有信任的問題 那這些 這些都是 就是 這一類的問題就 信任啊 可靠的問題都越來越嚴重 那